慈禧原建海地圣恩修女会的三所学校 已经在上个月动途展开重建工作 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 慈禧人的爱从不见断 而为了感恩这一份无私的付出 圣恩修女会加拿大本堂负责人瑞塔修女一行四人 专程来到台湾向阵言上人表达感恩之意 从加拿大转达六班飞机才抵达台湾的瑞塔修女 带着身修女会的成员特地要感恩慈禧在海地地震后 除了短期物资的提供 更在中长期计划中圆建学校 这不是只是学校 我们很感谢 但你再次给我们的姐妹的希望 人们可以成为世界一共的家庭 你也给他们信任 从2010年1月12日 海地发生瑞士规模7.0强症 两年多来慈禧人的关怀没有一刻间断过 这一份爱跨越种族 甚至是宗教的差异 我们拥抱它 我们很感谢 跟佛陀佛的新朋友 我们希望我们会从你学习 而且你也会从我们学习 美国慈禧人克服重重困难 在动荡不安的政治情势 以及祸乱蔓延中 慈悲与智慧平行 帮助超过19万灾民 而圆建学校扎根教育 更是希望启发每一个纯真的心灵 灾难是一时 未来的希望再教育 有的新的校舍 以及人文涵养 这一群海地的孩子 也将是一颗颗饱满的菩提种子 大家新闻 陈欣宇的迷 花莲报导